今天要煮什麼呢 今天我們要煮絲瓜海鮮煎餅 Let's cook Ted tell us what the ingredients are today 好今天最重要的食材就是絲瓜 絲瓜的英文是什麼 I don't remember we'll check it out 有蝦米 Coi Oysters 然後這個蚊仔魚 香菇 薑末 我們要做麵糊的有地瓜粉 Egg Washroom Water 這個很重要上次有提醒大家 白胡椒粉 用麻油 醬油 花椒粉 海鹽 然後我們就開始煮囉 Let's cook 接著我們就開始爆香囉 依序加入香菇蝦米 魂仔魚 絲瓜 重點這裡絲瓜要切成像這樣的小絲 等一下要煎成煎餅也會比較好看喔 接著我們蓋起鍋蓋 燜個五分鐘 絲瓜變得軟爛了 我們就開始加入調味料 接著等這些炒好的料 變涼之後 我們開始做麵糊 這裡的麵糊 地瓜粉我沒有過篩 你們也可以過篩 接著加入蛋 把它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好了 我們就開始入鍋 去煎囉 等這個煎餅煎成兩面都金黃時 我們就可以上桌囉 如果你還沒加入蒙送猜萬 請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再見